操 怎么这音效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不仅是声音跑掉 就连画面也有些偏绿 说到底这里只是一台三赛机 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对它要求这么高 滚 论声音和画面 只有正版机器才能满足我的需求 等等 正版机器 我突然有个想法 这是美版FC 又名NES 不仅外观与这版本操 卡带也多了12个金手指 要想运行这版卡带 需要用到转接器 转接器上面的卡槽是国产的 肯定能读豆卡 刚好我在某鱼上看到 99不包油不包好坏的原装NES 想都没想我就瞎当了 有人可能会说 这种不包好坏的东西 明摆着就是坏的 凭我对NES的了解 这东西出毛病的原因 大概率就是 因为卡槽长期向下压倒是接触不良 换个卡槽就行了 卖家非常的贴心 还附送了一个全新的国产卡槽 说明卖家也很清楚 这玩意儿出毛病的话 只需要换个卡槽就可以解决 然而我还是翻车了 游戏一直盛起 换卡槽也没有用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我可是有备而来 我通过哥们儿 认识了一位专门修理这些老游戏机的大神 在他的帮助下 我的NES直接满血复活 还顺便帮我改了拳圈 好家伙 我一直以为 NES只有无理所缺 对于我这种只会玩游戏了 不管机器坏不坏 看来都得找人改机 本人以为我终于可以愉悦地玩手NES的时候 现实狠狠地给了我个大嘴巴子 原来有问题的不仅仅是机器 这转接卡根本就读不出来 而且我很想知道 到底是哪个小天才设起的这个外科 根本插不进去 哼 鬼 我是真的受够了 我不想再折腾了 逼不得已 我直接买了一张乌克兰原版N8NES骚路卡 哦耶 这才能半个多月 我终于玩上了 不过好像有什么不对劲 不玩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